茶的歷史其實跟台灣很有關聯性 好像前一陣子有一部連續叫《茶青》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應該就都講客家話 但是感覺好像不會因為講客家話 好像會有什麼隔閡 另外的話其實在大稻埕 像我之前去過有一個茶行 叫什麼叫新芳春茶行 我蠻推薦各位可以去 他的位置大概是在那個大稻埕 在哪個位置大概就是在大稻埕 在這邊 如果你們搭公車的話 其實也蠻容易在民生西路上 民生西路跟那個城的路口這邊 這個其實他蠻有歷史的 我發現其實他蠻用心的 後來我查了一下他的那個維基百科 才知道說他這個是最早是在 建立於1934年 然後他們早期是繼承製作包種茶 後來好像本來要拆掉了 然後後來因為文化學者呼籲保存 所以後來台北市政府就把它用那個 跟建商交換那個 交換那個就是空間的方式 把這個保存下來 裡面其實有三千件文物 就是說他們在這上面 那其實裡面我發現 我去的感覺 其實他保存都還蠻好的 從那個 甚至裡面有一些是跟你講說 那個自查的整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跟這一道題 做結合的話 那其實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道題 首先的話你們可以看到 這一題的話實際上他是 他的檔案實際上是放在一個Word檔裡面 那Word檔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把這些文件打在這個Word檔裡面 那你想說那Word檔怎麼樣把它放到那個PPT裡面 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的話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要把那個Word裡面的東西放到PPT裡面 最重要的部分請各位注意一下 標題1有沒有 如果是標題 這個地方樣式很重要 也就是透過樣式 他可以匯錄的時候 自動幫你把它放在對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也是標題1 就上面的標題 裡面的內文就是標題2 有沒有 OK所以底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標題1 它的主標題 那這個是標題2 那還有這個底下有那個項目符號的部分 像這個是標題2 底下的東西是內文 也就上面沒有任何標題 那就是類似像這樣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有個Word檔在這邊 那題目第一個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地方的說明 那題目第一個他說 他這個梅林是公司飲茶社的社長 然後預計要辦一個講座 然後把當天試喝的茶 加在簡報當中一起介紹 然後他說他已經利用那個Word文件先編輯好大綱 那接下來的話套用那個範本 所以以後如果說 假如你要把某個資料先打好 然後套用在Word範本的話 你們可以 就是我剛剛講的 記得標題用那個樣式裡面標題1 底下的話標題2 這樣的話你把它存檔之後 就可以直接匯入到簡報裡面 套用那個範本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話就是透過一些板面配置的調整 還有文字插入一些適當的轉場效果 然後讓那個簡報好像有那個翻書的感覺 那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 他說第一個先開這個檔 當成是範本 然後再把那個檔案匯入 OK 所以他說匯入打開之後存檔 然後刪除投一片1 再匯入大綱 所以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PPT PPD01.POTX 這個就是它不是PPT 它是範本檔 是POTS 所以呢 我們必須把它打開之後 然後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是範本 所以把它另存檔案名稱叫做 我們叫做PPA106 OK 然後呢 它的這個存檔類型的話 原來是範本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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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PowerPoint的範本 把它改成什麼 PPT 簡報 OK 然後呢存檔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我剛剛已經做了 存檔 好 然後呢再來的話 就把裡面的這個投影片一刪掉 刪掉按DELISER就可以了 或者按右鍵把它做刪除 好 再來的話呢 在匯入剛剛的這個Wall檔 Wall檔怎麼匯進來 其實前面好像用過 常用裡面有個新投影片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其實從大綱插入投影片的話 有之前我們用過是用什麼 TST文字檔 如果你是Wall檔其實也可以啦 OK 那你找到那個我們練習檔裡面106 找到這個什麼 Allline.docx Wall檔 按插入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按照你的那個什麼 這個是標題1 底下沒有標題2 所以它裡面沒東西 再來這個是標題1 裡面就有資料 標題2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呢 如果你要打在Wall的裡面 打上去之後 請你設定樣式 上面的就是標題1 下面的話呢就是標題2 OK 然後 那如果像這種有沒有 一個樣一個一個的話 這個是標題1 那這個是標題2 裡面的話你用內文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設定的話 它就會放在下一階 OK 但是如果你沒有在下一階 也可以沒關係 你可以按什麼 Shift加TAB 是跳前一階 如果你按TAB的話 它就跳到下一階 它有階層的概念 記得喔 按一個TAB是下一階 按Shift加TAB 是讓它跳到前一階 也就一層一層的啦 反正就是按一個TAB 就下一階 按一個TAB就下一階 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好 那我們已經匯錄之後的話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 做一個版面配置 那版面配置的話 他說把投影1 套用什麼 查的投影片 查的標題投影片 然後2到4的話 查1 標題投影片 那5到7 設定這些 所以它其實有1 2 3 3個不同的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張投影片 它這邊理論上 版面配置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張是這個 所以你就套用投影片範例這個 第一個是它的標題投影片 那它再來的話就是 哪一個 再來就是 2到4是查1 5到7是查2 所以我們就是2到4 按Shift鍵 把這三個全部選起來 或者按Ctrl鍵 不過按Shift鍵比較快 只要點這個 按Shift鍵再點這個 然後呢 設定版面配置 先查1 OK 然後呢 再來5到7 一樣按Shift鍵 然後版面配置的部分 選擇查2 OK 那你會發現 如果它裡面已經有一些範本的話 那就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些 這個 所謂的範本檔 然後再套用 這樣子很快就可以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呢 底下就完成了 然後色彩 必須與範本一致 所以就是套用剛剛的範本就完成 接下來的話呢 編輯投影片1的標題 OK 所以第一張投影片 把文字改成垂直 並且至終 並且呢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 所謂的 1.5倍航高 然後 再來的話 設定這個字 這個字型為標開題 然後 再來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它的色彩 必須跟那個茶這個字 的綠色相同 所以特別重要 也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個字的顏色 要跟這個茶的顏色一模一樣 那你要怎麼知道這個顏色是什麼樣的顏色 那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針對這個字 它要做什麼呢 把它的方向改為垂直 現在是水平嘛 那怎麼樣改方向 其實這也蠻簡單的 文字方向有沒有 這邊呢 原來是水平嘛 改成垂直比較好 OK 第二個的話 對齊方式的話呢 改成至終 這樣就OK了 第三個的話呢 它的間距有沒有 行高 一行 行跟行之間的間距 要把它改成1.5倍 所以呢 在它的左邊這邊有個叫行高 應該是叫行距 行跟行的距離 指的就是這一行跟這一行的距離 1.5倍 也就原來1嘛 改成1.5倍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最終關鍵的 它希望 把那個字的顏色 有沒有 字的顏色 套用左邊圖的 這個茶的綠色相同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希望 是這個顏色 套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顏色是什麼 那跟各位講一下 再 先選這個框框 那我要設定顏色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裡其實有一個工具 當然你不是說用眼睛看 這個好像是這個顏色嗎 雖然好像有點接近 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所以呢 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什麼 在最下面有個什麼 色彩選擇工具有沒有 它其實在那個 不管是那個什麼 Photoshop其實也有類似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點選這個之後 它會有一支探筆出現 你只要把這個探筆 接近這個地方的顏色 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顏色套到這邊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有沒有看到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選擇色彩嗎 看筆點一下 顏色就過來 所以這邊跟這邊的顏色 就會一模一樣了 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字型 改成所謂的什麼呢 標凱景 所以這邊有個標凱景 這樣就OK 就完成了 綠色 是這個綠還是這個綠 這個是黑嗎 對 這是深綠吧 所以應該是這個 沒關係 我們改一下 這應該是這個 所以它這個 這個 所以會錯意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是深綠 當然是深綠還是 應該有點綠吧 沒有綠嗎 可能題目有色差 好吧 那就應該是這個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這個剛剛題目要的 所以三的部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其他 四 後面好像還有幾個集目 把它分別完 四到六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